无人机被拦截 空中炸出巨大火球 接连不断有无人机侵袭莫斯科上空 爆炸后残骸落地 掉在民宅烧起大火 俄罗斯莫斯科遭到乌克兰袭击 击落34架无人机 是莫斯科遭遇过最大规模的攻击 当第三座机场暂时关闭 俄罗斯共在全境6个地区 击落70架乌克兰无人机 俄罗斯也在夜间出动145架无人机攻击 创下开战以来夜袭数量记录 双方猛烈交火 数据也指出 俄罗斯上个月伤亡人数再创新高 10月平均每天有1500名士兵战死 堪称开战以来最惨 预估将有70万人伤亡 华盛顿邮报指出 川普已在7号与俄罗斯总统普丁通话 强调有大量的美军驻守欧洲 建议普丁避免战争升级 更简单提及领土问题 外界猜测 川普很可能会要求乌克兰割地求和 另外白宫也抓紧 要在川普就职前 交付剩下60亿美元资金给乌克兰 就怕川普不支持基辅 在中东战场 川普也已经和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通话过 纳坦雅胡表示 目标是要加强以色列与美国的联盟 也谈及双方对伊朗威胁看法一致 告诉川普 以色列和平与扩张机会大好 9月份炸翻 郑主党成员的呼叫器袭击事件 如今纳坦雅胡承认是他下令的 还挖苦地说 尽管被国防高官反对 但还是执行了 显然在抱怨被他炒鱿鱼的前方长加兰特 记者王宇宇宙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